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不知道大家最近面对市况波动 有没有想过要调动一下自己的MPF 其实这件事很重要 不过很多懒人其实很少动自己的MPF 今天很高兴请来强积金顾问公司 晋龙集团的Billy一起聊聊天 Billy 你好 你好 Billy 你来到 我们不如由去年开始一路 即是带下去 究竟今年我们的MPF的仓 其实应该如何做一个重新的部署 为什么要说重新呢 因为最近市况增波动 没错 股票方面差比重比较多 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调整 其实去年我想大家摸到市场的反应 以及气氛 虽然在疫情或者经济不好等等拖累下 但是以股票为首的股票基金的表现 依然是一枝独售 其实算很好 我去年整体强积金的回报有超过11% 是的 其实2020年 纵然大家都要戴口罩 经济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投资市场来说 其实都做得不错的 尤其在强积金方面的平均回报 扣除所有收费之后 其实有双位数字 11.7% 如果我们看回不同类型的基金 其实就全部类型的基金的平均回报 其实都是赚钱的 都是正数的 是的 由股票基金平均赚15.1% 到就算是一些强积金的保守基金 过往我们看到很多年都是0%回报 但是去年也有0.6% 所以你说整体而言2020年 对于强积金来说 都是一个 我是说丰收的年份 是的 如果你说去年全年11.7%回报 其实愿目意外应该都已经连续两年 有一个双位数的正回报 很多人会问 到2021年 有没有信心可以超越到 甚至其实都连续三年 做到这个双位数回报 你猜吗 我们自己进龙 都有一个强积金的回报预测 有一个回报预测 我们会期望2021年 可能都介乎一个6-8%左右的回报 当然有几个因素影响 我们会看到大中华的市场 可能会继续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动力 我们亦都对于疫苗的研究 到使用 亦都会令到整个经济 会有一个复苏的情况 也希望 现在暂时都有一些乐观的心态 不过可能因为由去年开始 比如以股票为首的资产 就升得太夸张 说真一句 去年整个投资市场就是股债齐升 所以令到整个回报 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 有些风高浪急的情况出现 很多不同地区的市场 特别是股市都有少少见顶信号 特别是区内市场 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美金一旦 区内就好像散 如果2月份 我们看回强积金的综合回报 其实由高位回落回来 暂时去到2月底去计算 就只有0.6% 都是在玩股票 那时候还是比较高风险为主 你看到那些可能持有债券比较多的固定收益基金 就反而出现负数 其实这个情况是否在延续去年的同一个投资思维 而未来你觉得有没有需要改 我想整体而言大家当然理解 整个经济都是有一个挑战的 过往来说你可以说2020年 为什么这个市场还会升呢 当然其实都是新经济股的带动 再加上其实各个央行都有很多一些 就是量快宽松的政策 投入大量的流动性去市场那里 都有一个刺激作用的 那当然大家对于你说整体那个经济 是不是真的 大家好像投资市场看到一个这么好的现象呢 有很多人都有一种怀疑在那里 所以你说偶尔有一些调整 其实我们觉得是合适的 是合适的 还好不要一支箭那样升 就是你也有时候要低一些 大家才能买到货 是 但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可以讨论一下 因为现在呢 特别市场讨论的焦点 首先第一就是股票市场就冲得太急 像你说债可能股值比较贵了 那么高位回调 而另一方面其实债市方面 亦都出现一些异运 因为美国为首的一些长年期的债息 都抽升得很快 譬如十年期债息都已经去到一厘六那些位 亦都同时间引发了股市震荡 阿比利你会觉得譬如 如果你说股票风高浪急 那有时候我都会想 我是不是要转回去 拿回多些保守型的基金 债市又令我开始怀疑 因为债息正在上去 那其实应该怎么做呢 坦白说 现在在强积金市场里面 都主要是股票和债券两种产品 本身债券和股票 其实对于利息来说 都是有一个反向的影响的 就是当你利息上升的时候 债券就一定是回落 但是股票也有影响的 再加上其实就算你说 那些息涨了也好 其实现在十年来期 都是一厘多了 意思是什么 比历史低 真是你拿着那个债券 你拿十年 它每年都是给你1.6厘的回报 那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其实债券 今天都是属于一个偏貴的一个时候来的 所以你问我 如果有一些真是很保守的投资者 你说是否买了债券 就代表会是好呢 那其实我们都抱一个 比较怀疑的态度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 比较分散型的投资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说 垦积金一定是一个长线投资 除非你今天已经65岁了 那就不同了 但是那不是的 你就算是60岁的朋友 可能你还有五年 或者你退休之后 可能放在那里 是的 都不是立即花钱的 所以有一些风险的资产 可能都是一个适合的 对于硬积金来说 这个数字截至2月28日 即2月底 但是很多东西 就是3月才出现的风起云涌 最近 能不能观察到 其实真的有很多成员计划 有转仓的迹象出现 我们最新的数字 我们就没有 但是如果你去到2月底来说 我们其实都有见到 有一些成员都会很留意 那个情况 所以都有些转仓的情况 但是我们过往来说 其实都会看到 转仓的情况 和市况通常是一些滞后的情况 是的 很缓慢 我都顾了自己股票的仓先 未曾有空想到NPF 等一下我们有些数据 追踪我的资金流 和大家说清楚一点 究竟NPF和实际的市况 其实是否真的有一个脱离的迹象 不过说这个之前 Berry很有趣 之前和你今天讲的节目内容 你特别提到股票流行基金 其实大家忽略一件事 其实是分主动型和被动型的 就是有时我们买NPF 没有那么细心的 不知道自己原来买股票基金里面的成份 那些比重其实在做些什么 但如果我们看到 那个performance 其实就反映 其实那个表现可以叉天共地 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这两个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 其实现在占的比例 哪些多点少点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其实被动型基金我们说 就是一些指数基金 它就跟着指数买的 它不会因为觉得指数里面 那些股票可能是很差的 那它就不懂得避开 那在强积金来说 其实如果我们说 香港的股票基金 和香港股票的指数基金 大概呢 其实主动型基金 佔整个强积金市场 大概是11%左右 那如果被动型 大概是6-7%左右 所以也是以主动型 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你会看到 在2020年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就是主动型基金 的平均回报是去到18.4% 真的很夸张 就相对于指数 指数反而要蝕 蝕0.8% 那你想一年 为什么会差18%呢 坦白说 都是过往20年 从强积金来说 第一次出现一个 这么夸张的现象 那为什么呢 2020年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都很简单的 疫情 疫情 疫情这个世界很多改变 我们work from home 是不是 我们戴口罩 我们现在晚上出去吃饭 不知道究竟 10点要回家 10点要回家 是的 等等的事情 都世界变得很快 世界变得很快 其实是一个投资的市场 都一样 以往可能是同一个市场 大家的股票的表现 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2020年就很不一样了 整个经济都转型了 譬如给一个例子 你说 如果真的是一些航空业的经济 其实那些公司很差 如果你说一定要买一些航空股份 自然就做得不好 那基金经理都不会放那么多 但是主动型的股票基金 它就有一个弹性 变成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以前可能那些基金经理 没有那么多空间去跑赢市场 但是从2020年开始 就突然间有很多空间 因为不同股票 它那个回报 或者它的表现 是跟整个经济去转型的 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个现象 其实都会持续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2020年 和2021年那两个月 其实整体的香港主动型股票基金 都不错的 比指数都超越了18% 是的 不过如果以个比率计 就是幅度计 其实指数型的基金 比较被动型基金 其实首两个月就跑赢市场上来 不用收拾那么多 追回一点 是的 其实这个说法 如果拍下去我们的恒生指数 和强积金表现 其实会不会看到一些东西呢 因为如果以港元计的恒生指数 去年全年跌0.3% 但是如果我们在美元计算 就跌3% 但是你拍下去 整体的强积金的表现 不用跌的 是升的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恒生指数里面 或者我说那些主动型的基金 其实它的占比比较大些 所以让它的表现更好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不过这个我又会和一些市民说 很多时候一个普罗大宗 它不看自己的强积金赚蝕的 是的 是的 很多时候我都听到那些客户的说法就是 恒指都跌了 不强积金又要升 但是2020坦白说 又是强积金20周年以来 第一年出现了一个这么有趣的现象 就是恒生指数跌了 但是强积金还要有一个双位数的回报 所以这个可能 我都鼓励一些成员 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强积金都很重要 究竟是做些什么 原因是几样东西 第一是刚才说了 就是说其实那些基金经理 真的2020年 有时候大家说他收费鬼 就是他有做事的 他努力考数 是的 2020年那些钱大家给得值 就是你给了管理费 可能你给了1% 他帮你扣除了那个收费之后 他还要跑赢11% 所以你当今年有做事 这个真的要教大家有空 要看看自己究竟在买那些基金里面是什么 有时候大市跌不代表你NPF在虚 到2月我见你们有些资金流反映 其实每人都赚1400元 没错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是的 另一边我们说完一些主动出击的 又或者股票的比重比较多 另一边有些可能很少人会觉得 要年轻那些 就觉得现在有个懒人基金 也成立了很多年 你见那些账户占比就已经越来越高 我见现在都应该占了整体强积金市场 20%多 但是年轻一代 为什么会被人管理 这些东西我自己继续 但是原来我发觉不是 如果你真的只看DIS 就是预测投资策略里面 其实表现真的不错 其实可不可以简介一下 又或者今年你觉得 在这个市况下 它运用的比重 其实会不会继续增加比例 还有在选择 譬如在一个核心累積基金里面 其实今年的表现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跑人去年呢 首先就是 强积金管理局推出懒人基金 都是想帮一些 没有什么时间 又或者不懂得投资的朋友 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基金选择 当然我想我们的期望就是说 这个懒人基金和整体强积金的表现 就不应该有一个太大的差别 是的 当然你可以这样想的就是说 实际上它会因为你的年龄 而去分布于一个核心累積基金 和65岁后的基金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 当50、50这样比 你看到2020年 如果你50%放在核心累積基金 50%放在65岁后的基金 你的平均回报都有10点松一点的percent 那就是和你整体的强积金指数 11.8又不是差太远的 那当然你2021年的头两个月 就差一点点了 那但是整体而言 它就和那个平均的指数 就我们不期望它会差得太远 那当然你说作为一个打工仔的 始终我又鼓励大家又不要那么懒 如果你想那个回报好一点的 那其实就要自己主动一点 做多些功课 如果你说我强积金每年提升1% 那我说我三、四十年 都已经可能是多了一半 也是的 其实说譬如核心累積基金 其实它去年outperform 因为有差不多60% 都是投资在一些比较风险高一点的资产上 那我想泛指都是股票 就是资券比例相对较低 然后它会按你的年龄去做自动调节 然后慢慢减低一些高风险资产的比例 是的 它会慢慢将你的资产 由核心累積基金慢慢移动到65岁后的基金 因为50岁后就会慢慢移动 是的 没错 这些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有些朋友之前转了工 又或者是自由工作者也很兴趣 有时NPF就放在那里 那些游戏公司都会说 你不就派进去冷人基金那里 如果你不想搞的话 就自动有去滚泉 但是其实像你说的 如果年轻的话 不如積極去管理自己的户口 不要那么懒 就是跑输大事很多 是的 是的 因为我想都是钱都是自己的 是的 如果大家这么努力做事 当然这些抢出金的投资 都应该要留意一下 好 说完股票和债券等等 很多人都说 如果选择地区的话 应该今年新一年怎么玩呢 那也挺有趣的 我们刚才看到香港 其实你看到去年全年 和今年头两个月 有两个基金 香港就是追踪指数基金的被动基金 下面那个香港就是应该主动型的基金 去年回报主动型基金很厉害 18% 但是被动型就是跌的 是不是 但是去到今年新一年 就追上来 但是都不及大中华 大中华相关去年和今年头两个月 都超飙青 是不是都是买重的 我见很多公司都是买重的这个市场 是的 始终我会说 就是中国大陆在疫情的控制方面 相对于其他地方 它是做得比较早和比较快 所以整个经济的复苏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都 你问我们2021年 都觉得整个大中华市场 我们都会看好的 首选是大中华市场 没错 是吧 如果你说到大中华市场 特别是内地股市 那我就要问多一件事 因为迟一点 其实有涉及一些变化 就是很多人说 会不会有一个 直接的A股基金 放进去 而我想未来 应该都会逐步增加 强积金可以投资A股的比例 之前应该有1.5% 有机会拉到10% 是 会不会有影响 没错 没错 其实这个都涉及上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都 强积金管理局 都有一个 就着强积金 买A股的限制 其实都是放宽了 过往来说 最多一只基金 都是买10%在A股上 但是现在 其实已经是 可以买到A股都可以了 变成我们都会觉得 其实整个 尤其是大中华基金 变成它可以投资的范围 就大了很多 以往 其实他们买的A股的比例 会比较偏低 但是 未来 变成了很多不同类型的A股都可以买 但是 当然 市场上有一定的声音都觉得 因为A股比较波动 所以也可能需要留意风险 是啊 当然 我会这样说 A股 过往来说比较波动 虽然我们最近看到港股 因为有北水都开始比较波动 但是始终 你说要去代表整个大中华市场 有很多类型的股票 其实你在香港市场买不到 所以反而比金经理来说 弹性的空间会增加了 是的 特别如果大家熟悉不同股票 很多著名的内需股等等 其实内地才有 有多科网股 他们没有 在美国回流 我们这边也有 所以 缺缺性的问题 其实两地都有出现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着 如果我说大中华市场 你是操作第一 另外我逼你选择多一个 排第二 你觉得今年比较看高一线市场 我们晋龙的看法 就会觉得美国市场 在2021年 我们其实都觉得是OK的 当然 最近刚才有提过 加息的问题 会有些影响 但是整体而言 政府的财金政策 我们仍然觉得 都会是一个 对于整个大市来说 是有利的 宽松 是 还有我们都相信 去到2020年 疫情对它的影响 都差不多到谷底了 就是有多差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变成我们看到 其实2021年 我们对于美国市场 都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 当然我想大中华 我们会觉得是更好一些 好了 大家留意了 美股去年很厉害 都已经 美国北美市场为首的基金 去年升19% 今年头两个月左右 就有点而跑 苏亚大区市场 可以留意表现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经常说 不要太懒 究竟强积金 又多久应该调整一次 有些就算很厉害的 做开股票的人 都会说 三个月会不会太密 都会有这些讨论 其实以你这么熟知 有没有说一个黄金法则的呢 我想 当然要因应不同的投资者的情况 我会说一些资深投资者 他每天都看着市场的 你说我要转换得密些 这个是合适的 但是我们 几百万大公仔 大部份其实都 他日头都要做事的 我们也不鼓励大家 天天看着市场 但是你说 普通的打工仔 我们觉得你 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去看一下 你说一年我转换一两次 用一个比较长线的模式去管理 强积金我们觉得比较适合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这样说 就是说 我们要去猜一下究竟捞底 你要捞底是 这个星期里面最低的位 还是你说这一年里面最低的月 还是你说这几年里面哪一年最低呢 我想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就是你说天天看着市场 其实就很难 因为平日都自己有份工 所以普通的投资者 我们觉得几个月或者一年去转换 可能是一个合适的 好 大家会看到这个图表 红色就是代表资金流出一些股票基金的 绿色就是代表觉得股票做得好 就流入的 大家回到去年 去年刚刚疫情二三月 大家市场跌了 跌了之后 你会看到四五六七月 其实大家都是流出的 都在害怕的 不过其实四五六七月 强证金市场已经开始回弹 所以你会看到 都是一些正的回报 比如四月已经是rebound了8% 但是都是流出 去到八九月的时候 那些强证金的成员 我们看到开始 好像看到市场稳定一些 就流入了 它是绿色了 不过很可惜 九月是跌下来的 跌下来之后 你会看到10月11月 那些成员又发现了 9月跌了 10月11月 它又将一些资产 就流出一些股票基金 不过很可惜11月 它又rebound了 那变成了 我们其实由 过往那大概12个月左右 去看回 其实整体而言 强证金成员 平均来说 都是有一个滞后的现象 我相信有小部分的成员 就是很聪明的 就是投资专家 转收快 但是普通成员 我们又会建议大家 可能就 未必需要追过市场那么近 因为平均来说 其实大家都比较难追到 是的 始终都说了 强证金是几十年以来 有长线投资 短期的波幅很难捉 最重要是看到长线的趋势 也是选择一些 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好 今天麻烦你 非常详细和我们讲解 和您谈到这么多 好 多谢 大家好 要提升强证金的回报 我们有三招想带下大家的 第一 就是要定立一个强证金回报的指标 我想大概每年4-6% 都是一个合理的指标 第二 就是要选择一个对的强证金计划 如果你发现现时 公司帮你选择的强证金计划 回报不如理想的话 就可以和雇主提出 最后第三 我们都鼓励强证金的雇主 可以考虑提供两到三个计划 给强证金的成员选择 因为有了两三个计划 当中就会有竞争性 就可以从而提供强证金的回报